星星 星星 我真的看不懂你寫什麼 你要從左邊唸還是右邊唸 蕭萊布立凱 凱莉布莱蕭 這是一個外國人的名單 有沒有發現是凱莉布莱蕭嗎 就是以前那個慾望城市的 那個名作家 Carrie Brasher Carrie Brasher 我覺得她現在 就是公主變的代表 因為我還記得以前 Saxon City上映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他們都是 紙最精明的世界 後來到2018年我們才會發現說 凱莉布莱蕭公主病的代表 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會覺得說 像凱莉布莱蕭 她永遠都在追求自己 沒有辦法去購到的一個 金錢世界 她喜歡刷卡 買名牌 可是她其實本身是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理財能力去精算說 其實我的收入是沒有辦法 去Cover我這樣的開銷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在那個電影版當中 你們還記得那個Mr. Big 他們兩個結了婚以後 凱莉布莱蕭她就會很希望說 今天老公她下班回家 那個男生很體貼 她還買了那個外帶 說我今天好累我要回家 Carrie她已經都已經盛裝打扮好 說老公 我們今天要出去 我要派對 老公說拜託我今天很累 讓我休息 她說NO 我們就是要出去趕快 東西弄一弄 換個衣服我們要走了 所以我覺得公主病 永遠都在勉強別人去配合自己 還有你們還記得嗎 他們在結婚之前 帶來她的婚禮 Mr. Big他會希望說 這個婚禮我們可不可以就是 這是我們現場的代表 因為只有她記得 其實並不是我們都記得 這真的很經典 對 因為他那時候 Mr. Big說 這是我第三次婚姻 我只想一個小小的婚禮 他說不要 他後來宴請了 超過百位的賓客 男生說我的天啊 我這個真的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會覺得公主病的人 都是沒有辦法為別人著想 永遠都是 What do I want 我的世界最重要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不要像Carrie Brush喔